原标题,俄军大幅减少在续军式飞行,从每周七百余架次降至不到四架次。 法新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长12月18日的表态称,俄邦在叙利亚的军式飞行架次瑞显。 这是叙利亚冲突,逐渐降级的又一个迹象。 法新社12月18日报道称,2015年9月,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空袭,以支持长期盟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。 报道称,俄罗斯帮帮助巴沙尔的军队,收负了一度落入反对派武装和极端被子手中的大片领土。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拜·绍伊古在18日举行的核高层年度会议上说,俄罗斯空天军在叙利亚的军机出动架次大幅减少。 绍伊古说,飞行架次已从每天100至110架次减少到每周二至四架次,而且主要是执行额外侦查任务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出席了此次会议。 绍伊古在会上说,俄罗斯已完成从叙利亚撤出主要部队的任务,但不包括驻扎的赫曼尼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部队。 绍伊古一年前曾宣布,在帮助叙利亚剿灭恐怖分子后,俄罗斯会正式停止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。 但此后俄方军事行动仍持续了一段时间。 俄罗斯今年11月称,其飞机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布省化冲区的恐怖组织实施了空袭。 报道称,2011年叙利亚战事爆发,目前已导致超过36万人死亡。 该国许多地区沦为废墟。 兵义渡人将,原标题,俄军大幅选少在续军事飞行,从每周期百余驾次降至不到四驾次。 法新社人引俄罗斯国防部长12月18日的表态称,俄邦在叙利亚的军事飞行驾次瑞减。 这是叙利亚冲突,逐渐降级的又一个迹象。 法新社12月18日报道称,2015年9月,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空袭。 报道称,俄邦帮助巴沙尔的军队,收复了一度落入反对派武装和极端分子手中的大片领土。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拜·绍伊古在18日举行的额高层年度会议上说, 俄罗斯空天军在叙利亚的军机出动驾次大幅减少。 绍伊古说,飞行驾次已从每天100至110驾次减少到每周二至四驾次,而且主要是执行额外侦查任务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出席了此次会议。 绍伊古在会上说,俄罗斯已完成从叙利亚撤出主要部队的任务,但不包括驻扎的赫迈尼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部队。 绍伊古一年前曾宣布,在帮助叙利亚剿灭恐怖分子后,俄罗斯会正式停止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。 但此后俄方军事行动仍持续了一段时间。 俄罗斯今年11月称,其飞机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部省华冲区的恐怖组织实施了空袭。 报道称,2011年叙利亚战事爆发,目前已导致超过36万人死亡。 该国许多地区沦为废墟,将一度人将,制图,护硕。 近年来,兵源大省山东省的征兵工作,在全国成为风向标。 2016年,山东省征兵工作武力考核排名位列全国三甲。 2017年,武力考核排名略须全国第一。 2018年初,在军委国防动员部调开的大学生征兵工作会议上, 山东省作为兵议机关代表,介绍了征兵工作经验。 他们探索走开精确化对接调查,规范化考察选拟,基地化储备培养, 信息化派定行故,科学化分配定兵的精准征兵模式,受到广泛关注。 并被军委国防动员部列为,2018年度精准征兵试点省份, 感加苦恼,一个难题。 问题亦是催生精准征兵理念,蝴蝶蜕蜕变,需要经历一个艰辛过程。 探索一种新理念,新工作模式,也需要经历碰撞与冲击。 时针回播到2016年,再一次征接兵双方座谈会上, 多位部队领导围绕兵员素质, 残了心中苦恼,越来越多的新装备列装部队后, 高素质兵员需求大幅增加,即便兵、卫生员等专业技术兵员培训周期长, 依靠部队自身培养能力有限,一段时间以来, 所争非所需的现象在部队比较普遍。 一位来自海军舰艇部队的领导职员,舰艇上培养一名优秀的机编兵, 至少需要9个月以上时间。 我们特别希望在高校学轮机专业的青年,入伍到我们单位, 和现实是,我们想要个苹果,结果却送来了压力。 兵役机关的同志苦恼也不少,和各军兵种部队没有隶属关系。 部队哪些岗位,需要哪些专业门位的兵员,需要多少凝等情况? 部队难以提供精确信息,这使工作中难以对接, 胆家苦恼,一个难题,整党不匹配,争虚不一致, 建设强大军队,兵役机关则无旁贷,输送一流兵员, 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完成任务阶段, 必须及时转变理念,改变传统征集模式, 促进征兵工作高质量发展,为实现强劲目标贡献力量。 山东省军区司令人赵俊鲁,斩兵截铁地说, 三省军区及时召开党委会,反复学习领会席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监设相关重要论述, 深入剖析当前征兵工作存在的短板缺项, 逐项剖析原因,研究对策措施,没有精准的数据支撑, 向部队精准输送兵员,就成为一句空话。 为此,三省军区先后派出四个走访组, 登海岛,上高山,进大漠,走边关, 深入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等军兵种十余个部队机关, 次十余个基层单位,了解部队急需港位人才缺口情况, 成立三个征兵调研组,奔赴17个帝市, 137个县市,区兵一机关了解辖区内广大士零青年专业素质情况, 将该省272所职业类院效忠,具有专业特长的优秀青年, 陆入相关数据库,2017年年初,山东省心虚自上而下, 刮起,适应百阁大士,改进征集模式的头脑风暴, 却立了精准对接,精准动员,精准选拔,精准输送的理念, 他们还将精准征兵工作,向山东省委,省政府领导,做了专门汇报, 推动将此项工作,列入地方经济社会和协发展目标, 着力从军必需求,法规政策,工作机制,素质评定, 信息技术,人才对五六个方面搭建工作体系平台, 一种筹划酝酿多时的征兵工作系模式呼之欲出, 覆盖全流程,贯穿各环节,系列组合拳,助推精准征兵实践, 结合工作实际,山东省新须把精准理念,覆盖征兵全流程, 贯穿征兵各环节,打出了一套不同反响的组合拳, 利用大数据筛查并使,去年,山东省征兵办会同省委纪委, 建立征兵体检信息化平台,专门预留是零青年数据窗口, 完善详与人口信息,健康档案,电子病例,基础资源4大资源库, 做到平台共享数据库,疾病编码,接口规范,IP地址,数据管理发布五统一, 实现全程管理,充分利用征兵体检病史筛查系统, 开展预征对象病史筛查,新年征兵期间, 山东省各级征兵办公室, 供收集83,658名上站体检青年身份信息, 反馈是零青年病史信息,821条, 淘汰有隐性病史的青年,468名, 首创疫情教育训练模式,2016年, 山东省在先行探索的基础上, 在各县市,区,前面推开预定新兵疫情教育训练, 他们按照模拟化组织,正规化训练, 封闭式管理,全程化淘汰的原则, 坚持全员参加,全面考察,全程淘汰, 让预定新兵真实体验军员生活,感受部队氛围, 进一步端正入伍动机,打牢体能基础,提高适应能力, 迈好军员生活第一步, 今年,该省共有40125名双合格青年走入操场, 通过急需筛选, 有5547人因各种人因不宜入伍, 做了劝退处理, 打造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, 山东省积极印托省内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合计工院校, 为部队并向培养专业技术兵员, 推动大学生征兵工作, 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, 由协力层次向部队需求, 由一次性选拔,向前程规宗培养转变, 实现专业技术人才的军地无缝被接,接续培养。 目前,山东省征兵办, 已从前省272所附通高等职业合计工院校中, 先选出10所院校, 作为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, 建立健全计划制度, 会议制度等六项工作制度, 确保专业技术储备基地规范建设, 有序例行。 这两年, 该省储备基地400余名学生, 被录取为执招事官, 联发精准定兵辅助决策信息系统, 据山东省征兵办判蒙无强介绍, 进行党匹配,对可补助原则, 探索建立一加三加X人员评价和需求提报模式, 系统根据经年学历, 特长,性格,经历,年龄, 党团关系等情况, 根据部队要求, 自动进行人杆匹配, 为集体定兵,提供参考依据, 定兵阶段, 兵役机关和接兵部队, 共同对接兵员需求, 利用精准定兵, 辅助决客信息系统, 科学进行兵员分配, 量材是港, 人港相宜, 征需一致产生多重正向激励, 几年来, 精准征兵在其鲁大壁持续引发年鱼效应, 对接兵部队而言, 入伍新兵由征需脱节, 逐步实现征需一致, 2017年, 山东省根据海军提出的12个专业, 300名专业技术兵的需求订单, 赛切并预征对象, 更配征集任务, 集体审批并兵等各个环节, 实施精准对接, 实现了精准输送, 山东省军驱动员局局长王献正告诉记者, 他们前往资博, 滨州等七个市进行调研, 先后组织四次精准征兵研讨会, 按照南台市港, 人港相议的原则, 瞄准对口专业, 一线站位, 经济新装部队, 进行精准周期, 今年, 该省军区为陆军, 海军, 空军, 火箭军等军兵种, 精准输送具有汽车维修, 机电一体化, 临床医学技术等三十余个专业特长的先营营新兵, 实现了争取一致, 人尽其才, 对征兵机构而言, 征集兵员由大略撒网, 逐步向京线瞄者过渡, 一位长期在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 从去年开始, 兵役机关的工作量明显增加, 从宣传动员到需求对接, 从显拔培养到跟踪兵兵, 全程参与, 精确实施, 精细到每个家庭, 每名今年, 今年, 山东省与部队先后组织三次对接, 主要对部队的岗位类型, 以及不同岗位, 对征集兵的具体需求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解, 为精准分拨计划提供详实依据, 为最后的精准兵兵提供需求参数, 专武干部徐国强深流感触地说, 过去征兵向撒网捕鱼, 现在征兵是金介质岛, 对应征青年而言, 实现由被动输送到人岗匹配率逐步提高, 好刚用不到刀刃上就是浪费, 如果优秀青年进入部队, 发挥不了特长, 就可能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, 山东省推开精准征兵后, 软岗匹配率明显提高, 在青岛海军某不服役的战士齐鸿强说, 在大学里, 我学的是基点一体化技术, 对系统控制和电子技术专业知识比较熟悉, 入伍后, 部队领导和战友都夸我进入角色快, 专业水平高, 精准征兵大大激发了高素质青年长期服役的积极性, 继高密室人物不统计, 实行精准征兵以来, 两年服役期满后, 转改士官的人明显增多, 与此同时, 退伍采向的减少了30%以上, 对高校而言, 以前开展征兵靠感情协调, 现在是积极参与, 以往, 高校征兵缺少政策支持, 部分高校领导对征兵工作热情不高, 为此, 山东省征兵办联合山东省消育厅, 下发了大学生应征报名和参军入伍指导计划的通知, 将征兵工作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, 迈入院校综合评价体系。